最後是跟各位講一些其他的電池 第一個叫做涅葛電池 客人上好像已經刪掉了 因為這個電池現在幾乎不就沒有 到底告訴你為什麼 第二個電池電壓很穩定 壽命很長 廣泛用在停電的預備電源 就是你看到那個走廊上 上面有盒子 放兩個燈那個 那個就是這個 那個可能現在還有人用涅葛電池 然後呢 安全燈 好 可是他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他有記憶性 你現在充電到百分之一百 放電到百分之五十就開始充電 他會認為他的電池只有百分之五十 所以你電會越用越少 所以以前用涅葛電池的時候 都告訴你說一定要把電用到光才能夠再充電 否則他就會有記憶性 然後會越用越少 第二個就是葛式重金屬還有毒性 所以目前基本上是不用的 禁用的 不採用的 唸個電池 後來改用唸氫電池 唸氫電池 唸氫電池 那把它用氫的話會取代 它呢就比較輕一點 而且呢好處呢 Gail一樣穩定可以儲存 而且它基本上不太有記憶性 記憶性比較微弱 比較微弱 比較微弱 所以現在 那這裡給你寫什麼 用於行動電話 手機、攝影機、數位相機 事實上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都不用了 現在都改用這個 鋁電池 最早鋁電池不能充電 後來發明 我忘記 我不確定是不對的 好像是心理公司發明的 可以充電的鋁電池 中理發明的鋁電池 那麼它就更好用 給它更輕 更輕 而且電壓也蠻高的 3.6伏特 重點是它完全沒有記憶性 所以它可以隨時充電都沒有問題 我們 我比較老啊 所以經過年代比較久 我們在最早買手機的時候 送的是鋁電池 然後我們去換 去換鋁電池 鋁電池 可是你們現在買手機的時候 你買到的通通都是鋁電池 你要買獵心你也 買不到 你也買不到 因為它沒有記憶性 又很輕 然後電壓也很夠 什麼很多好處 現在都普遍用在手機啊 這些都改用所謂的鋁電池來用 所以現在用的都是鋁電池 都鋁電池 OK 然後太陽電池就是所謂的陽光 我們教你的電池都是化學電池 化學能變成電能 太陽電池是把太陽呢 變成電能 日光燈也可以當做它的電源 就是你們有一些計算機上面 比如說手錶上面 有一個黑黑的板子 然後呢就可以 照光就可以有電能 就叫太陽電池 然後我們說它零污染啊 幾乎可以永久使用啊 我說過了 零污染是要怎麼看 電池本身零污染 基本上不太有什麼廢熱 基本上不會排放出什麼氣體 感覺零污染 可是你現在做的太陽電池 幾乎都是半導體工業 半導體工業是一個污染性很大的工業 這樣算不算零污染 再來幾乎可以永久使用 指的是假設你的電池沒有壞掉的話 那麼只要有陽光就可以用 叫做幾乎可以永久使用 然後問題是現在價格不便宜 而且轉換這個給我交過了 轉換效率很低 數字我沒有背亂講 大概吸進來百分之一百 出去百分之二十 這樣子 所以轉換效率很低 價錢的問題的話就不一定了 這幾年因為中國大陸的關係 太陽能的電池的價格降了很多 變得便宜得非常多 所以德國才可以說我大量要發展太陽能發電 不然已經會非常貴 那現在其實已經便宜非常多了 那麼還有些人在想出各式 這樣神奇的辦法來改變它 用一些更特殊的方式來製造它 希望轉換效率高啊 然後好用啊什麼之類的 所以未來應該可以期待 它會有更好用的狀況 那麼現在電池都會體積很小啊 性能優越啊密閉封裝 包裝器袋 這看一看就好 對我們一般人的使用而言 現在電池都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的好用 但是比如說對電動車而言 現在電池還不夠 還不夠 充電呢充電要充太久 續航力也不足 之類的這些問題 現在還在努力的希望能夠 把這個電池的科技在往上提升 然後這樣我們電動車呢 這發展才會更加的順暢 更加的順暢順暢 然後請你買的時候 注意它的性能 該怎麼保養 你在網路上查得到 等一下告訴你 裏電池要怎麼用 應該是可以隨時充電 然後但是每個月 早一天把它用到快要沒有再來充 這樣它就可以能夠活得比較久一點 你在網路查得到 這應該如何保養 然後保養它的功能 就讓你知道就可以了 OK嗎 這些還有一些東西啊 電解液什麼之類的 一些重金屬 所以要能夠回收運用 現在的乾電池 基本上都不太含拱 或者說含拱量很低 但是還是有一些 所以我們要做乾電池的回收 電池不要亂丟 因為裡面有很多的化學物質 可能會造成污染 讓你們了解就可以了 這是跟各位簡單介紹一些其他的電池 可以嗎 可以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